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客家族群在迁徙的过程中 因为世事多变 为了让亲族联系变得更加的容易 以及客家人经常会喜欢追本溯源 客家人特别的重视普蝶 也就是族谱 透过家族的族谱作为宗族精神的寄托 客家人迁移 之后跟当地的居民混居 为了生存的空间经常发生摩擦 因此唯有增加自身家族的凝聚力 才可以抵御外伍 而这样的情况逐渐形成了一种 尊主尽忠的共同心理 强调一致团结 一致对外 而这时候族谱的编修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因此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客家族谱 因为客家族谱 对于客家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编辑族谱的目的 经常是要透过祖先崇拜 来产生宗族的凝聚力 族谱的编修可以增强 宗族之间的关系 加强血缘的联系 巩固宗族的制度 客家人把编修族谱 视为一项族规 写进族谱里面 因此有三世不修谱为不孝的说法 大概我们会十年到二十年会修一次族谱 而这些族谱能够确保我们家族凝聚力的增强 近年来有许多的族谱网站出现在网际网路上面 可见不管是东方或者是西方的家族 对于族谱的记录越来越重视 而且强调与祖先的情感连结 家族历史跟族谱的书写 将有助于家族认同的建立 尤其是族谱是一部家族历史的缩影 我们可以利用图表或者是谱蝶的这个形式 记载血缘关系 将这些家族的世系 以及重要的人物事迹 详细地记录下来 主要的作用在强调 个人跟家族之间的共同意识 透过族谱的文字叙述 可以显露丰富的家族历史内涵 透过家族血缘作为关系的枢纽 以及家族族谱的编修 巧妙地将族人连结在一起 团结家族 这对客家族群来说是相当的重要 尤其是客家族群经常的迁徙 会遇到许多的困难 因此在透过家族的族谱形成个人存在的一种表征 也是产生自我生命历程的一种认同 借由家族历史叙事所产生的身份认同 以及透过族谱记事的呈现 连结了家族清楚之间的血缘结构 以及世系的脉络 另外一方面 藉由族谱的传修 传承了家族 敬主敬宗的孝道伦理 同时也强化了 宗族群体的共同意识 所以你会发现 几乎每一个客家族群 家族里面 都有族谱的存在 在二十世纪 我们看到许多族谱的编修工作 不但反映出在不同的时期 地域社会的建构 家族群体的历史记忆 都会出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并且客家群体的历史记忆 也是在这时候塑造出来 共同建构客家人 幽远的历史 以及透过文字书写的族谱 让客家人利用 编写族谱的同时 重塑他身份的来源 透过族谱的编修 强化并且找回 族群的想象 以及联系 由此可知 我们可以知道 族谱的书写 族谱的编辑 跟身份认同之间 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客家认同可以透过 族谱书写 编撰 来加以强化 族屋 古文书 常会 祖训 祖先的故事 祭祀的活动 还有语言 这些相互交织着一个 人文空间的媒介 透过这些不同的媒介 共同形成了 家族成员交往的连结 以及思想传承的 流动场域 存在于族谱中的 家族历史叙事 可以增加 个人对于 自我生命史的了解程度 也可以强化 对家族的光荣感 甚至强化 对于客家族群的认同 而族群的叙事 则是由家族 家族之间的故事 所形成 每一个家族中的成员 他的生命故事 都可以集结在一起 形成家族历史的叙事 因此 家族历史的叙事 可以透过族谱中的 亲族生命史 自传 以及整体的历史书写 来加以整合 而且建立 许多文献中有提到 族群的概念 结合文化叙事 甚至可以帮助 移民族群 建立思想认同的框架 因此 族谱的寻根 对于移民来说 是相当的重要 过去的研究也指出 族群认同 可以作为对抗 负向心理 或者是负向思考 这些负向心理压力的 一种缓冲力量 所以在这个社会来说 如何强化族群认同 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 同时也有研究指出 真实幸福感的来源 是来自于 对于身份的认同 身份的认同 是真实幸福感 主要的来源之一 对于个人 以及家族的发展 也有重要的意涵 因此 叙事认同 可以揭开个人生命历史 以及发展自我认同 而叙事认同 也经常发生在 社会文化情境的 跨界移动之中 跟客家人的发展情境 相当的相同 因为客家族群的迁徙历史 它这样的一个发展情境 配合着叙事认同 结合着叙事认同理论 将它整合叙事与认同 两个概念 我们可以提出来 个人自我认同 可以透过生命的故事 叙述而产生 而且这样的认同 并非静态而不变 而是持续演变的整合过程 透过族谱中的家族故事 或者是个人生命史的叙述 而产生的认同 可以让个体自我内化演进 进而整合形成 个人内在生命历史 是人们建立自我认同 重要的方式之一 由此可知 客家族群的族谱书写 对于客家人来说 是相当重要的 在客家族群的族谱书写方面 我们来进行以下的说明 族谱作为技术 历史 家族历史的方式 讲述 祖先如何辗转来到这个地方 并且在此居住 如何传至下一代 详尽地介绍 亲属之间的关系 以及祖居地 透过一种客观 实存的历史文化现象 显现出家族的价值观念 以及共同记忆 所以我们说 族谱的存在 是保存家族历史 以及家族延续的 一种重要的做法 客家人极为重视族谱 也极为重视族谱的书写 在家族之中 每年都要把族谱 拿出来做一个祭祀的动作 客家族谱 有许多代表着客家文化特色的项目 例如招募自备 唐号 祖籍地 千史历史 祖训 狼民 屋场风水等等的 这些都可以有丰富的客家意涵 以及文化内涵 在进行客家族谱书写的时候 这些特色可以描述家族历史 以及如何迁徙的路径 还有家族名人的生平事迹 这些叙事的项目以及格式 还有它的架构都有具有一定的特色 透过叙事以开头中间结尾等序列方式来排列事件 而排列事件的序列本身 并非是一个单纯而中性的顺序 而是一个本质上富含意义的连结 客家族群 客家族群特别强调排列事件论述的形式 例如说 在邱氏 河南唐 台湾 开基祖 孟隆宫 家族的族谱上面 就有以下的记载 而我们看到这个记载 就可以发现他们很注重时间序列的排序 而且也清楚地说明为何要编修族谱 以下内容记载到 族谱 乃记载 宗明世代 相继 申取 族葬 为义 必子孙 永远 而知其所由 知其所细 以身 尊主尽忠 追本思源 促能 中亲间相互扶持 发扬光大 因此 自古至今 家族中 必被 族谱 奉事 由宗长事实一一延续记载 已必 后事保存 家族中的身份认同 或者是家族成员 对于自己 以及过去的叙事定位 最后将形成家族历史叙事 建构 以及确立 家族的成员的认同 来自于共同祖先 以及 共同的历史经验 是一种 是一种 集体的 自我 还有本质 因此 族谱中 充满着 家族历史的叙事 是传统文化中 最自然的 承载工具 内化着 家族历史中 共同的记忆 以及 族群中 文化的认同 族谱书写 将叙事 认同 以及行动 串联在一起 形成所谓的 叙事认同 叙事认同 可以对家族历史 以及 叙事的文本形式 转而探究 叙事 与历史 在人群之间 社会秩序 以及政治过程当中 家族角色 与历史的 变迁 因此 叙事认同 在 族谱上面 有它 强烈的 功能 存在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叙事认同 如何在 家族 尤其是 客家族谱中 形成 族群的 认同 所谓的 族群 是在 大社会里 拥有 真实 或想象的 共同 祖先 共享一段 过去的 回忆 以及 历史 以及 代表 他们 族人的 文化 象征的 集体 意识 拥有 共同的 来源 亦或者是 共同的 祖先 共同的 文化 或者是 语言 而自认为 或者是 被其他人 认为 构成一个 独特社群 的 一群人 而在 考古 学家上 还有 人类学家 以及 社会学家 他们的 主张 族群 认同是 根据 共同的 血缘 体质 语言 风俗 习惯 宗族 宗教 历史 渊源 等 所形成 族群 认同 必须 建构在 族群 互动的 基础上 才能够 发展 如果没有 两种 一直的 文化 接触 还有 互动 也就 没有 比较 也就 没有 抗争 就从而 很难形成 族群的 意识 跟认同 所以 通常要 经由 接触 而产生 了解 差异的 存在 才会 在 差异 跟差异 之间 形成了 边界 产生 将自己 归类 化界 而这也就是 认同 产生 以及 存在的 基本条件 族谱 在 记录一个 家族史的时候 通常 不会有 许多的 意志 文化 或者是 族群的 接触 因此 过去的 学者 他们 提出来 很难在 族谱上面 出现 族群的 名称 因为 他们通常 是 记录 自己的 家族 为主 也就是说 在 族谱上面 很难看到 客家 两个字 或者是 强调 自己的 语言 是属于 哪一种 腔调 因为 族谱的 书写 是写给 家族的 成员 来阅读 并非 对外 开放 然而 客家的 族群 经常 移至 强势 族群 来做 居住 加上 母语 的 消适 当客家族群 移居在 辅老人 居住的地方 就会形成 辅老客的情况 或者是 根本不知道 自己就是 客家人的情况 因此 很特别的 在 客家的 族谱当中 有许多的 族谱 很明确的 记载着 客家渊源 客家腔调 让后世的 子孙 虽然不会说 很流利的 客家话 但是 却仍然能够有 很强烈的 客家认同 以及 追本 溯源的 精神 虽然 在 陈之平的 研究 报告说 祖谱中 没有人会 记载 自己是 客家人 但是 根据 老师的研究 许多的 客家族谱中 已经出现了 有客家 或者是 客族的称谓 例如说 在 1994年 出版的 广东 饶平 高阳 许氏 大宗 大族谱 在他们的 族谱序里面 自称 客家人 并且 表明 先祖为 客家籍 所使用的 客家化 是 饶平 方言 这是在 1994年 所出现的 族谱 而最早 出现 客家 的名词 的 族谱 则是在 1954年 出版的 离世 族谱 在 1954年 所出版的 离世 族谱 詹宝公 明德 常 成立 220年 纪念 上面就有 清楚的 记录 还有其他的 族谱 也有出现 相同的 情况 例如 广东 饶平 高阳 许氏 大祖谱 记载 清 咸丰 六年间 台北地区 淡水河 南至 大汉西 下游一带 淡水 三支 石门一带 因 月敏 分类 泄斗 客家级的 先祖 在 宜住 新竹 桃园 发展 清德宗 光绪 二十一年 已未年 台湾 割让 日本 赋予 民国 三十八年 光复 至今 组织 成也 这样的 一段 文字 就出现在 祖谱 的 论述 里面 我们可以 很清楚的 看到 里面 就 有 谈到 自己是 客家人 自己的 先祖 是 客家人 而 刚刚所提到的 黎氏族谱 上面也 也 记载着 辅中国之有 氏族也 由来 久矣 居领东者 强伴 讲之 为之 客族 客族 云者 别乎 土著 而言 其人 言 与 世好 帅 与 中原 民族 相若 经 我 黎族 亦 客族 之一 所以 在这段 叙述里面 很清楚的 说明 这 黎氏家族 就是属于 客家族群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许多的 客家族谱 在他们的 济世里面 清楚的说明 自己是客家的 族群之一 也清楚的 记载着 客语的腔调 客家族群 在使用 族谱 广泛的 应用在 追踪 各氏族 以及家族的 谱系跟历史 透过族谱可以分析 族谱呈现 当时的 文化内涵 而且可以清楚的 说明 家族的 客家渊源 有了这样的记录 未来也不会 有所谓的 彰化 园林的客家人 逐渐转为 辅老客 辅老人 而不是自己是 客家人的状态 客家人 由于长时间的 迁徙 客家成员 分散在各地 所以 族谱的书写 相当的重要 全球化的发展 让客家族群 认同快速的 转型 世界各地的 客家人 透过文化的 试影 成立了 不同的 客家团体 与社群 在大多数的 旅居在外的 客家人心中 他们还是存在着 希望能够 寻根返乡的 这样的一个渴望 这些 族谱的研究 就可以帮助 家族历史寻根 更是获得 各人 或者是超越 各人的 身份 认同 所以 不论是在 国内 或者是海外的 客家人 他们都相当的 重视 族谱的书写 以及 透过族谱的 传承 让 在文化认同上面的 族群概念 代表着 共同的 族群起源 将 人们 紧紧地 联系在一起 但是 随着 多元化 社会的 兴起 越来越多 研究 认为 族群的 概念 应该要 越来越 采取 动态的 概念 而且 族群的概念 可能会是一种 不断改变的 过程 对于少数族群而言 这些 认同 是会产生 很大的 危机 尤其是在 强势族群的 压迫之下 认同将 对于族群的 发展 有关键性的 影响 而且 就如同 刚刚说到的 认同 将会 直接 或者是 间接 对于 人类 的 幸福感的 产生 有了相当 重大的 影响 因此 许多的 研究 投入 并且 也指出 自身 族群的 认同 对于 个人的 生活 是会产生 正向 而且 积极的 影响 同时 认同 也有助于 处理 压力 以及 负面 情绪 因此 在多元 族群的 社会当中 少数族群 仍然 应该 要尽可能的 强调 自我的 族群认同 在少数族群 经常被 支配族群 或者是 优势族群 所忽视的 现代 少数族群 因而 产生了 负面的 压力 在这样的 情形之下 我们便可以 透过 族群的 认同 透过 家族 历史 记载的 族谱 家族历史 精神 以及 荣耀 记录的 族谱 来提升 他们的 族群 认同 因为 唯有 透过 家族 中亲 共同 撰写的 家族历史 其中 也包含着 部分 个人 生命史的 建构 也让 族群中的 族谱 去世认同 分享给 每一个 家族 成员 尤其 像在 现今的 社会 许多的 行销 策略 甚至 提出了 族谱 旅游的 方式 透过 族谱 寻根 让 分散在 各地的 家族 成员 可以透过 寻根的 方式 回到 原乡 进行 旅游 而 这也是目前 很重要的一个行销 旅游方式之一 族谱的编辑 同时也是家族与族群认同的过程 而族谱在华人的世界 发展由来已久 族谱又称为 谱谱 家谱 或者是 宗谱 中国很早就有 记载 世系的谱谱 像下 商 周 三代 王室 早就有 既是自己的 家谱 后室 加以整理 编成了所谱的 五帝 德 帝系 五帝系谍 士本 帝王 诸侯 士谱 等 通代 谱谱 除了这些 贵族之外 族谱也是家族的历史 也是文化的遗产 族谱被广泛应用在追踪各姓氏以及家族的谱系繁衍的历史 在学界中步伐有许多族谱的相关研究 族谱记载的不只是家族的血缘关系 也有许多是家族传承的珍贵史料 许多的族谱甚至记载的相关于经济 人口 教育 民族 宗教 等各方面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资料 因此 族谱的保存以及撰写 便显得格外的重要 我们一直强调客家人长期迁徙的历史过程 也或许因为这样的原因 让客家人特别重视族谱 有一次老师到海外做田野调查 到了邦家岛 物理洞岛 当地的客家人为了寻找族谱 甚至跟远在台湾的亲族进行联络 来找到相关的资料 可见他们对于族谱的重视 而族谱的数位化资源 对于族谱的编辑也很重要 有Family Tree这个网站可以做搜寻 而在上海图书馆也有所谓的家谱资料库 网路上面也有很多单一姓氏的家族族谱 可供查询 还有在美国也成立了美国祖先网 这个美国祖先网他们也收入了许多华人的资料 以及家谱网 还有一些宗教团体 他们也为族谱整理了许多的线上资源 如果要撰写族谱可以先从这些资源着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客家族谱的架构到底有哪一些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封面会有唐号的技术 每一本祖谱也都有他们的目次 祖谱中间也有重修祖谱的序言 还有姓氏原流考 对每个家族的姓氏做一个简单的叙述 还有祖谱也会对于家族的历史 以及迁徙的历程进行描述 还有透过世系图 清楚的记录世系 还有背序 同时也有先贤的专略 还有系谱 系谱就是清楚的记述 每一个人的个人资料 再加上照片 现在也有很多的网站 有提供影音资料 客家族谱 内容包含着家族迁徙的历程 血缘关系 婚姻关系 祖训 风水 唐号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说 客家族谱的撰写 它的内容跟民俗文化是密不可分 如果可以从 族谱当中了解客家文化的内容 便可大致判断 这本族谱是不是客家族谱的一个准则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 特殊的客家族谱的特性 尤其是各位同学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 你们可以透过这几项线索 来判断他是不是客家族谱 第一个是世系 许多的客家族谱都记载了非常完善的世系 而通常会将祖先的世系 拉到盐皇 盐帝跟皇帝的现象 或者是某某族谱 可能是某个贵族的后裔 这些情况可能要归咎于客家族群的特性 客家人普遍认为自己是纯正的汉族后代 有着高贵的血统 因此很喜欢凸显自己是某国历代的皇帝的后裔 祖先是名人等现象 所以如果你从每一本的客家族谱 你都可以追踪到 所有的客家人都是贵族的后裔 这部分其实是有待商榷的 因为这可能受到古代封建制度的影响 因为在古代只要是皇兴国戚 或者是受人景仰的名人 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必定会明显的提升 不会受到欺负或者是瞧不起 因此在某种程度 祖谱的书写是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他的社会地位 因此这些世系根源经常是不可信的 第二个特性是唐浩跟俊旺 唐浩跟俊旺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唐浩是一种地缘关系 在台湾地区所建的唐浩 大多是俊旺唐浩 虽然唐浩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区别名称 但是客家人大多数是以俊旺唐浩为主 这或许是客家人寄取祖先不忘本的教诲 但是也有许多是自立唐浩的个案 不过像这样的个案较少见 但无论如何 客家族群多半会在祖谱上面 或者是自己的家族的建筑物上面 自己的宅邸里面会著名家族的唐浩 这是毋庸置疑的 接下来的祖谱特性是风水 中国的风水文化可说是渊远流长 至今还可以受到很多的影响 而迷信的风水早就是中国人传统的文化特色 风水也有分为阴跟阳 阴为藏地 阳为住宅 客家人称先人的坟墓称为风水 而称目前所居住的地点叫阳宅 它称为是屋场 而对于建造风水时的地点方向时程 都极为讲究 甚至比新建阳宅时还要重视 好的风水可以避应子孙 因此客家谚语有说到 投风水恶无常 也就是最重要的是风水 其次是屋场 在屋场方面 客家人也笃信 左青龙右白虎 所以你会看到 客家人对于大门开的方向 也都有其讲究 这些呢 就是客家人对于屋场的重视 而这些族谱可以证实 客家人重视风水的观念 更根深蒂固于客家人的心中 虽然说记载不是非常的详细完备 但是你还是可以从族谱当中 看到粗略技术跟风水有关的一些概念 接下来谈到客家族谱的特性 狼民 狼民是古代奢族跟客家族群 很常见的命名方式 它主要的特点是 有大小千百万念等字 作为字头 加上狼作为字尾 中间再加以表示排行顺序的数字 为什么会有狼民的出现 也由此一说 唐宋期间 与当代土著 奢族交错杂居 进而将狼民传播给奢族 奢族接受了汉族的狼民之后 也根据自身的文化习俗进行部分的融合 将狼民的使用 定定作为一个标准 关于客家的起源 有许多的说法 其中有一项 就是说客家 其实就是奢族的其中一支 因此客家的先民跟 奢族的交流过程当中 经常会有相互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谈到客家族谱的特性之一 招募 招募又称为自备 自派 行派 派序 招募是一种在备份上面的序列概念 因为招募制度所衍生出来的自备 是中国特有的排备文化习俗 在同族之间 同备 他们名字中间要使用同一个字 所以每一个家族 在他的祖谱上面 都会清楚地记载他们的自备 而这些自备就会作为 他命名时的依据 作为命名的姓名 的名的第一个字 例如说张氏祖谱 曹官林云德 南桂少书香 姬叶传宗见 凡也义士昌 在张家仁他们在取名字的时候 就会把这些自备 当作他名字的中间的那个字 所以还有其他的客家族群 也都会在他的祖谱上面 记述了这些 不同的备份 那像这样的 类似一首诗的备份 备份诗究竟有什么用途呢 根据研究报道指出 因为只要是相同的家族 他们就会有相同的 备份的名称 所以如果是旅居在外 或者是在不同的地方 遇到了中间这个名字 是一样的 就可以进一步的深究 是不是相同的家族 是否来自于相同的家族的成员 因此这也是客家人的智慧之一 因为客家人经常的迁徙 家族成员分散在世界各地 如果发现中间的字是一样的 他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探讨 他爸爸的自备 跟他小孩子的自备 是不是一样 进而找出 他们是不是属于同一个家族 那这些呢 都是客家族谱的 相关的特色 对不起